带着孩童准备渡膝 雪榴欢急 但大伙却在席中停下脚步 似乎正听着老师怎么说 而橘色语衣的就是 天大地方自然文化公司的创办人图书方 曾参与过多年活动的家长 看到虎报团意外 过去经验历历在目出面指控 当时老师连带团的杨明山都会迷路 那我们过去参加活动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会发现 那我们在想说老师是来过啊 那他迷路 天大地方自然文化公司是图书方创立 负责人先是无姓股东 后来又换成张姓负责人 公司成员大多是带团的老师 声称有丰富户外经验 没有发生意外 你可能就认为说 它是一个可以被信任的团体 可是事实上 有家长曾和创办人带着孩子爬五聊街 这样的地形环境连家长都不熟悉 但意外后图书方企图撇清责任 我们其实有家长建议他说 我们是不是直接回城 他说现在就卖人员已经上山了 路口有很多的记者在等 所以我们继续 古报团意外后图书方还曾陪同到现场 这间公司原本是家长口耳相传的活动团体 经营超过15年 因为口碑好 出发点好 课程多元化 非常吸引人 后来成立公司 光是参与的人数就与过去落差很大 不禁让人质疑安全问题谁来负责 家长控诉多次反应问题 创办人不接受保险没保 将保护孩子的责任统统推给他们 只是参加旅行团有业者会负责 学校的户外教学也有主办单位 那这次呢 发生虎报团落水意外 夺走六条家长孩子的性命 谁该来负责 TVB新闻总报道